今天我那个大伯伯过八十岁生日 我们这些亲戚晚辈一起过去热闹热闹 好多年没有在家里面吃过这种洗酒了 今天去吃顿大餐 是不是您过年刚看完是吧 没人心肝在不下面的 一直没人眼睛 能够没人眼睛 没人眼睛 哎呀我谢谢你娘娘娘 老大导师姐妈你好 以后回老家一定要记得取点现金放在身上 在农村我感觉还是现金更方便一点 先到这里 哦也得了也得 瘦 啥子这么好玩吗 吃碗水 好了别玩了 我们今天去给这个姑爷爷过生日 有蛋糕吃哦 耶 好吧好临门了 听不懂了 坐坐坐 巨香楼 我们已经到了 这正宗的香菜 这些菜肯定合你胃口 那必须的 好久没有在家里面吃过酒席了 今天看看我们湖南老家的这个味道 这都是我亲戚表哥他们 今天就有红包和烟丝 拜拜 今天是我这个薄薄薄爷生日 等一下有好吃的哦 哦你也有啊 你放心哦 虽然这里是湖南 但是你放心也会有那个不辣的菜的 青菜和汤肯定不会放辣吧 哈哈 那应该是 哎 这个是姐夫 哈哈 我们现在换了个桌子了 刚刚那里太阳太晒了 坐到这个空角下面 哇 还有小菜 还有酒 饮料 啥的有 这个酒好漂亮 哈哈 那时候把这个瓶子拿为最大花瓶 哈哈 这应该是我们政治上最大的饭店了 我刚刚看那边还有人家考上大学的 也在这里饭酒 哈哈 人家都许个 我老婆也是一句没听懂 这是我姑奶奶 就是我爷爷的妹妹 啊 好老婆 好老婆 还没开始上菜啊 这桌子都已经满了 小伙伴 大家 更多一步行 坐好 休息 休息 生日快乐 瓜 过来吃饭了 哈哈 吃饭了啊 坐好坐好你们 开始上菜了啊 哇 没想到在老家镇子上还能吃到这个菜 人家是大菜啊 鸡 走吃吧 应该 哇 又来一大块肉 尝一下这边的酒鞋怎么样 肉里面是肉是吧 尝一下老家这边做的虾怎么样啊 很麻 也很辣 还有烟啊 你看还有一个红包 哇塞 来 红包给你 我老爸老妈都也在里面 哈哈 刚刚这个阿姨说这个是一个八宝饭啊 是啊 我们这边的八宝饭尝一下看看 这个是猪肚啊 下面然后有那个饭 嗯 好不好吃 下面是甜的 好吃吗 好吃 牛排骨 哇 海藏家里面的菜吃的有味道 哪个都是有味道 哈哈 这个也是白鲜鞋 我们这边的白鲜鞋 看看跟你们 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区别 夹一个我家多多爱吃的这个 来多多 嘿嘿这个 他最喜欢吃这玩意的 我弟最喜欢吃的这个扇子骨 哈哈 你这样有点嘴巴就对着你 哈哈哈哈 没地方放了 我老公这边的菜 人家都是这么大一坨 都吃都不知道怎么吃 哈哈哈哈 好歹切一下呀 那个是拿着 应该说就拿着分的打包的 应该就有个习俗就是 就是要有一整块的那个菜 但农村饭的酒席根本都吃不完啊 这些菜都是 把它打包分一分 这边海鲜他们都没人吃啊 都只能给我了 这一桌就我吃 八卦 抓紧吃啊 今天蛋糕吃个个 哈哈 都是你的 打包回家慢慢吃 今天这个菜真的很合我胃口 把我的吃生了 感觉怎么 不好吃吗 没有 那个 这个好吃 杜杜伯伯 你觉得老家这个菜好不好吃 好吃 就光吃那个蛋糕和那个甜甜食的 好了 咱们这就给大家拍到这了 来 拜拜 大家好我是小龙 这一天桌面还是来了 这是我老家买房的那个资料 之前一直放在老家 然后前两天叫我老妈给寄过来了 大家应该也猜到了 我现在准备把它给卖了 去年我拍的视频就有很多找房子 租房子的视频 然后就有很多网友 就是给我建议说我 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 然后在 广州这边买个老破晓 其实我当时也看过大家的评论 我都没有 没有意义回复大家 我都有看的 其实当时我也想过 我也去了解了一下当时老家房子的行情 卖掉要亏本 而且 不一定卖得掉 所以我不甘心啊 不甘心啊 所以一直没卖 有很多网友就是很不理解 说我们既然不打算回老家 为什么要在老家买房子 我是18年买的这个房子 当时 其实我在买房之前 我是在这边有看过的 当时看了那种 20年以上的老房子 而且才四五十个平方 那个时候都要七八十万 18年大家也知道 那个时候是 房价是最高峰啊 不管哪里都是 所以我说 我花这么多钱 在这里买个 这种房子 感觉很不值嘛 然后就回老家去买了 很多网友说 我既然当时摆摊 挣那么多钱 为什么不在这边买 其实我当时 现金只有15万 回老家买 当时我还 借了点钱 借了 亲戚三万块钱 抽了个首付 在老家买的 本来当时 我是算的钱是够的 因为那个时候 买个140多左右平方的话 大概就 15万左右的首付的话 是差不多够的 但是后面我老婆 看到那个 他不喜欢那些户型嘛 我们就买了那个 168平方的 我也不后悔 那个时候 没在这边买房子 因为那个时候 我手里才15万 在这边买的话 至少要35万左右的首付 我还要去借个20来万的话 我 确实也不太愿意 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 当时 因为这边没有拆迁那些 那个时候租房也便宜 基本上 算上水贴的话 一个月600多 700块钱 称此700块钱 能租到很好的房子了 谁知道现在这两年 到处拆迁呀 到处拆迁呀 把这个房价一下就 涨起来了 虽然说现在一个月 就多800块钱的房租 但是 就是这个800块钱 真的 真的影响很大 有很多玩意 就是建议要我把老婆 和小孩送回老家 这个不太可能 你要我老婆回老家 她一个外地人 一个人去我们那边 是吧 人生地不所得 她不可能的 要我把小孩送回家的话 我自己也不愿意啊 真的 我 我自己也不想 所以这个就 不可能的事情吧 我看过有一个网友的评论 真的说的特别好 他说我们这种年轻人 真的不应该在老家买房 什么时候回去了 什么时候买不迟 因为现在现成老家那种地方 根本那个房价 根本涨不起来的 尤其是像我们老家那里 我过年回去拍过那个视频 大家也看到了 那房子真的多的 到处盖的都是 我们湖南那个房价 就拿我们老家那个房价来说 为什么涨不起来 像我那个100多个平方的房子 160个平方的房子 才60万 就是因为那个房子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 他盖那么多房子干嘛 所以现在就是 如果亏的不是太多 如果能卖得掉的话 我就把它给卖了 当然卖了我也不打算在这边买 因为怎么说呢 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 可能已经不允许我再这样下去了 加上我现在这个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像我这种没文化 没技术的 在这边 像我们在工厂里面这种上班的 说不定哪天厂里面不要我们了 或者说倒闭了 我如果再出来的话 没技术的话 真的很难找工作的 年纪大了 真的找不到工作的 虽然说我现在这个厂不是很好 那是真的 还是离不开他呀 我一出来的话 我什么都要重新开始 经厂大家也知道的 都是靠这个年线 才能工资才涨上去的 我要是现在再重新出来找工作的话 工资很低的很低的 根本没法干下去 所以真的不打算再玩了 有很多网友都在鼓励我们 说我们能吃苦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但是现实它就是现实 现在这个年代 并不是说能吃苦 就会越过越好的 所以我也是尽力吧 在自己身体能允许的情况下 经自己最大的能力